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比特币又跌回了42,600美金这个水平 这个位置震荡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那接下来比特币的行情如何走 如何去抓住上下来的行情 其实现在击穿这种位置的话 空头还是占据的一定的优势 我们并不能去完全去推断 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会推高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它现在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 因为它始终没有去突破 44,000美金这个高度 每次冲上去之后就被去打下来 那面临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如何去操作 那之前这种关键阻力位 它是向上去测试的 但是的话并没有去成功 看到没有 这个43,500美金 只要它触碰之后 快速进行回调 在昨天的位置 在突破这位置之后 又快速进行回调 那现在的话 它又往下方的这个42,000美金的位置 去往下去延伸 我预计这种行情的话 可能会出现 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 没有再去突破 这个43,500美金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行情的话 陷入了一个困境 两难的一个地步 虽然说现在的行情 比特币积累了足够多的一个合约 上方积累了足够多的一个空单 去有一个燃料 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去跌够 那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如何去抄底比特币 上两期视频的话 我们说过是在下方这片区间的话 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抄底机会 因为的话比特币从上方的位置跌下来 跌到38,000的位置 也就是20%多左右的水平 刚刚好 能够在这片区域 然后进买进 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 我认为的话 你可以去挡一挡 再去插一挡下来之后 大家都认为没有希望了 是吧 然后你再去进场 可能是不错的感觉是吧 因为的话 一旦去跌到这位置的话 会跌到38,000的位置 会产生恐慌 然后再继续去第一波 到达35,000多美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开始快速进行反弹了 可能两天之内 就它又上升到44,000美金的位置 这时候 随着减半的行情到来是吧 比特币的行情的话 一步水涨船高 继续向上去突破5万美金 甚至到达6万美金 到7万美金 到达10万美金的高度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虽然我们预测它的一个结果是这样 但是会不是按照我们的趋势性走呢 是吧 这不得知 当然我们也可以很明显预测得到 这一波行情 它的一个每次调涨的机会 都是你一个不错的入场机会 所以 现在来看的话 可以考虑继续去观望一下是吧 合约的话 可能会进行回调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这个行情 因为的话现在就下跌一点了 没有出现恐慌 就出现恐慌盘的时候 才是你不错的一个入场机会 凭借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 它没有去突破4万4 没有突破4万4的话 那你要去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了 不过它以为它反弹了是吧 突破4万4才有机会 能够再去去重返上方的5万美金的水平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空头还是占据一定优势 是吧 它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去积累 部分的一个多单 这位置跌下来的话又被清算了 那跌到38,000的话 接近有30多亿美金的一个单则被清算了 上涨到48,000的话 也会有40多亿美金的一个空单 会被清算 我现在来看的话 多空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去僵持不下 这种情况的话 刚才我也说过了是吧 要么你就等到它到达38,000附近去买进 要么你在这个位置去做一笔多头 做一笔多头 当然止损的位置的话 你要去放在这个4万1800美金的位置 跌破这个位置 它又继续进行回调了是吧 你要快速止损了是吧 跌破这种位置的话 它可能会差到38,000的位置 这个位置跌下来的话 直接有多少 3万 4万1800 跌下来跌到38,000 接近有8%左右的回调 所以一旦击穿这种位置的话 快速进行上 在右侧跟随进行上操作 你可能会赚取到8%到9%左右的一个收益 所以这一步的话 我去选择一个档带 这是个情况 那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让它走出这个区间 你在开陌冠ências 你